有32朋友們問說 面對他人的流言蜚語 要怎麼成為EQ高的人 不去在意 轉換心情 我自己的建議就是要睡夠 這個好像已經變成一種叩頭牆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對我來講 只要睡夠 在睡前不管是看了什麼 讓人不舒服的 我一醒來都會把它變成語言的材料 然後可以很幽默 甚至可以開自己玩笑 但是如果沒有睡夠的話 那醒來可能就會卡在 就是前一天的情緒裡面 那但是怎麼樣都要睡夠這些事情 像剛剛講到是需要協商的 就是需要跟你的同事 你的同學啊 老師啊等等 想辦法找到一個 適合自己的這種節奏 那在有睡夠的前景之下 那我覺得就是剛剛講到 面對任何壓力出現的時候 那就是把那個單位時間拉長 你如果急著說 那我今天就要流言蜚語 通通都不見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若給自己這樣子的設定 這樣的壓力的話 那立刻就會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但是如果你今天的目的 即使說 那我知道了這件事情 我今天要怎麼樣子的知道說 有這件事情的情況下 那我想要跟我的某個朋友 一個人就好 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因為這個是很容易的 你一天的時間 絕對就可以做到了 所以把就是合理的目標設定在當天 然後把比較大的結構性的問題 一天一天這樣子累積 把它解決掉 那大概就不會造成自己太大的壓力 當然前提是每一天每一天晚上 都有睡夠的這個情況 然後